主料,五花肉750克,春蒸500克,主料,柜皮5克,香叶2片,八角1个,生抽2大勺,老抽1大勺,葱10克,料酒2大勺,生姜10克,冰糖30克,盐3克,植物油1大勺,五花肉切翻厘米的四方块,大一点过瘾,小一点也可以,锅中凉水下入五花肉,葱,将个10克,料酒1大勺, 一大勺,桌水洗去浮沫,春蒸包去外皮,春蒸的量根据个人喜好,切滚到块,水开后,椒盐一小勺,中火中午到8分钟,煮的时间长一点,除去烤酸减少色味,锅内加一大勺油,下入桌水后的肉煸炒到四周焦黄,入锅前用厨房只擦干用的水分防止四溅,肉捞出后,锅内留少取底油,煸炒会出油, 放入冰糖小火炒到藏成黄棕色,注意小火,不要炒糊了,倒入肉块,快速裹上糖色,接着烹入一大勺两酒,加入生抽二大勺,老抽一大勺,如果觉得颜色不够深,再加一点老抽,加入柜皮五克,八角一个,香叶两片,加入开水梅果肉, 小火烧,一个小时至极本素烂,注意去一次家族,允多物少,一个小时左右加入春笋,加入烟在中火门烧二十到三十分钟之外,大火烧之即可食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,请订阅本频道